喂 你是得嘞 不对 是鲁伯特之类 哇 好中二哦 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杨哥 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鲁伯特之类吧 不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生产的原理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非常非常高的温度融化了那个玻璃 变成液体之后 自由落体到水中进行一个快速冷却的作用 就形成了这个鲁伯特之类 它有什么用呢 没什么用 但是它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 非常的坚硬 就是一块玻璃哦 可能比钻石都还要坚硬 你不管是用板砖桥 子弹打叶牙机 胸口碎大石 都是没有办法把它打碎的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去网上下载一些资料片 然后放给你们看 没错 我会的 这不是开玩笑的哦 真的是子弹打上去 子弹粉碎 然后它屁事都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玻璃比子弹的还要坚硬 那你说我要是买八百多个全部绑在我全身 那我是不是就放蛋了 你不你好 这个液压机压的时候显示压力足足达到了二十吨才把它压碎 二十吨 足足有四个我这么重 嗯 我有五吨重 但是重点来了 可以看见后面它那个小尾巴 最神奇的就是这个小尾巴 只要轻轻一摆 整个就会瞬间爆炸 成为粉碎 化为灰烬 这个时候你们同样以为我会放资料片给你们看吗 没错 会的 表面上这么坚硬 连子弹都打不碎 实际上只要轻轻一摆 就转瞬即逝 哇 就像是女人的心 外表看似非常坚硬 但实际上就是豆子嘴豆腐心 嗯 这么小 太小了吧 小拇指对比一下 我以为有这么大个 我以为起码有大拇指这么大一个 这么小 好吧没有关系 既然它很小也阻拦不了我对它的实验 如果它能够实验成功 那么就更加能够坚定的证明 它的确是非常的坚硬 那么小羊哥今天的 赌博的之类终极实验开始 我准备了有板砖 锤子汽车 按道理来说 这个地方人使用的工具 是没有任何办法能把它敲碎的 板砖 戴上覆墓镜 安全 从事危险的行为要注意安全 我怕把这个尾巴弄碎 真的敲不碎 我有用力哦 但是真的 纹丝不动 真的是很坚硬 接下来我们用这个 敲不碎 木板上都敲出一个窝 放在这里 用汽车轮胎压它的头部 好 哦 真的用汽车压都没事哦 再压一遍 走 好 开玩笑 这个人承受20吨 那个车才一吨多 而且还只是一个轮子 也就是说 再来20辆车都没有问题 就是玻璃哦 融化成液体 掉入水里面之后 那么接下来重点来了 只要轻轻一掰 刷 现在我们看它爆灶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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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满脸都是 真的就 噢 不过是有点爽的呦 好我们再来爆一口 我放心了 这个爆炸对于人体 不会产生任何伤害的 你只要保护好眼睛就好 一口水 然后走到你的面前 噢 全部喷到你脸上 嗯 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 OK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路 波特之内 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是可以尝试一下 真的是蛮好玩的 不过你们要注意哦 这好歹吃碎玻璃哦 要打炒干净 但是如果你们不爆的话 也可以当做一个装饰品 而且也有兴趣的话 也有带颜色的那种 那种是 不会爆的那种 可以制作成小雕坠 或者小刮剑 都还蛮不错的 就像一滴眼泪一样的玻璃 那今天视频差不多 这段也告一段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击一个观众留言 订阅分享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了个拜